心惶惶民众抢口罩 现在也变成了全台口罩之乱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台南有一间美式卖场 开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架上120组口罩瞬间被扫光 这个情况也让晚一点点进来 买不到的民众气得当场破口大骂 而在彰化则是有口罩工厂 原本预计要发500张的号码牌 但是却因为要配合 政府的征收管制临时喊咖 民众跑去排队听闻之后 情绪非常的激动 隔着铁门当场破口大骂 说政府的政策实在是太混乱了 而为了防止抢口罩的情况继续发生 警方还破天荒的进驻口罩工厂 台南的美式卖场积满大量人潮 员工赶紧出来维持秩序和动线 但 排队民众怨声四气不断大声咆哮 要卖场给个交代 甚至聚集在贩售店迟迟不肯离去 原来他们一早前来排队 没想到店门一开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一百二十座的口罩瞬间销售一空 我们这里有卖吗 早上已经卖完了 扑空民众气得大骂 业者为了平息众怒 只好发放号码牌和商品购物单 承诺一进货就可以凭相关证明来购买 除了台南外彰化也同样发生这个情形 政府也不能这样做嘛 情绪激动拼命痛骂政府政策 因为这间位在张华田中的口罩工厂 原本预计上午要发放五百张号码牌 却突然在前一天临时喊咖 就怕民众买不到口罩造成骚动 当地警方出动多名警力前往助手管制 而业者严谨及出面解释 更强调会这么做 都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控管政策 政府要征用然后去配注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烧 人人紧绷神经 天天口罩包紧紧 但时不时就传出有民众因为买不到口罩 大小声甚至上演全武行 现在只希望疫情能尽早控制 让口罩之乱 早日平息 综合报导